二师兄君墨一道浩然建议 将这佛宗金光大阵直接破灭 这佛宗天下行走七面 逆时遭受一道极强反噬 君墨正欲将其击杀 却看曲尼带着宝树大师姗姗赶来 质问君墨为何要造这杀孽 君墨对这二人本就不屑 方才而等围攻我小师弟 是何等的不要颜面 我们是为了整个人世间 抵到黑暗入侵 你们之女必失死 君墨听罢气急败坏 一剑便将这禅师送往极乐 此举当即吓坏了宝贝屈膜 墨不是书院当真自诩无敌 君墨本想将这老太医病除之 却听齐山大师一道传音而来 想及方才齐山耗尽心神 护送命缺平安 君墨自是要给其颜面 可这七面心中却愤愤不平 不解为何我佛宗的大能 要如此护卫那冥王之女 我是齐山 所以我这一生选择的道路 想来在世人眼中都是其路 但时间将争灵 我想望真正的光满 话音落下 这齐山大师便已游进灯窟 就地作画 千里之外的夫子见到这一幕 也不由感慨到 承蒙齐山大师照顾我们那小徒弟 恩重如山 无以为报 多谢齐山大师 而另一边 墨珊珊正带着一众姐妹返回墨池院 偏偏途中遇见西陵神殿的罗克迪 只因墨珊珊方才未救宁缺 阻扰众人击杀明王之女 此举事犯了宗门大计 罗克迪自是前来将其捉拿 眼下墨珊珊体内气海雪山本就空无 哪里还有反抗之力 只得任由罗克迪将其带走 带一行人回到西陵神殿 这掌教雄出墨竟是要亲自审问 本想要墨珊珊与宁缺划清界限便可饶其性命 可墨珊珊早已对宁缺情根深重 哪里会要这施舍的怜悯 多谢掌教美艺 可是我墨珊珊 不曾帮助冥王之女逃脱 只是帮助我的好友桑嫂 逃脱追杀 见墨珊珊如此冥顽不灵 索性当着其面 将这墨池院的侍女击杀 墨珊珊当即恼怒 慧致一道神符欲以反击 可这西陵掌教是何等大能 一道浩天神灰落下 当即便将墨珊珊镇压 墨珊珊本座苦口婆心 劝你归降你却执迷不悟 那便莫怪正道至上 法理无形 墨珊珊哪里还有气力反抗 只得任由这掌教将自己交给裁决神官叶红瑜 依照西陵裁决之法 三日后授三道裁决之简 其间叶红瑜前往探视墨珊珊 两人本就齐名天下三痴 此刻叶红瑜甚是不解 你又何必为了内心中羁绊 受着无情折磨 你别忘了 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他也将你在连生的手中救下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了你 叶红瑜闻言一颤 心中不知为何也起了一丝波澜 喜欢过一个人 这是一件最美妙的事情 我已经体会过了 死而无憾 废宅 你看 你也住过他的毒 他最喜欢说非诚 叶红瑜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转身夺门而去 三日转瞬即逝 墨珊珊被重新带回正殿 各宗门修士位列两侧 共睹这所谓正义惩罚 见墨珊珊依旧不知悔改 这雄出墨当即下令裁决 盼三剑裁决神剑已正光明 三剑之后生死由命 一道肋骨声落下 就看叶红瑜起手捏绝 这裁决神剑瞬间穿透墨珊珊胸膛 竟从墨珊珊身边绕过 回首穿透叶红瑜身躯 众人皆是一惊 莫非叶红瑜想要叛教不成 雄出墨文言气急败坏 好一个道吃 妄谈私情 道心何在 可眼下事已至此 这最后一剑 雄出墨竟要亲自实行 就看守心一道金光乍现 那才决见直席珊珊面门 就此时 又见一人窜出 替墨珊珊挡下最后一剑 想不到来人竟是花痴 你何必这样做 剑下三只 一个都不能杀 我是杀了一个 那边一个都不了 裁决三剑已经执行完毕 剑下未死之 可以随意离去 胡闹 简直是胡闹